观众朋友大家好 明天台湾附近的大气环境变化并不是很明显 还是维持着相似的天气形态 各地都要留意这个午后雷震雨的影响 尤其是山区附近可能会有比较明显的雨势 而在还没有下雨的时候气温普遍都是比较偏高炎热一点 所以在外活动的话还是要做好防晒 并适时的补充水分以免中暑 我们先来看卫星云图 近期在阳面上来说还是比较热闹一点 今天早上在菲律宾东边海面 有今年的第10号的热带性DCR生成 而下午期间再稍远一点东边海面的位置 还有今年的第11号的热带性DCR也生成了 而这两个系统未来都有机会稍微发展增强 会不会成台的话还要看后续的预报变化而定 而在台湾附近来说水气都比较少一点 所以有带来云量增多或是降雨的话 都是以下午时段山区附近所发展出来的热对楼云系影响为主 我们先来看后续的预报模拟 那近期来说在这个周末为止 台湾附近其实还是一样都没有明显的水气一路 所以还是维持着这种午后雷震雨的天气形态 而比较远的这两个系统来说 在比较远的东边阳面这个位置的这个系统 在未来这段时间来说的话会逐渐往北到西北方向移动 预估会来到日本南方海面附近 而且强度会有逐渐减弱的趋势 不会接近台湾所以不会带来明显的天气影响 比较需要关注的部分会是在菲律宾东边海面的这个系统 预估在这个周末以前它都会在台湾东南边海面 还有在菲律宾东边海面这一带滋流打转活动 强度也会有逐渐发展的趋势 而在下周前半它会开始往西边移动 不过这个往西边移动的过程当中 会不会开始往北边或是以一个比较偏南的路径 往西通过巴士海峡以目前的预报来说 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不确定性 所以请大家要持续留意这个系统未来的发展动态 可能会影响到下礼拜前半的天气 不过至少在这个周末以前台湾各地的话是维持着五后雷震雨的天气形态 我们来看今天台湾附近的降雨状况 在五后对了雲气烧烧之后呢 各地夜间普遍都是比较稳定的天气 不过南部地区在沉间时段可能会有些零星的短暂震雨 再来的话呢就是五后会再次在山区附近呢 会有比较明显的这个降雨发生的机会 接着看未来几天的这个四日旅需的模拟 那可以看到从周四周五周六一直到周日来说呢 各地的这个降雨的形态啊或是区域来说都比较接近 那普遍来说呢都是比较明显的这个五后雷震雨的天气 降雨的范围热区呢比较大的位置都在山区附近 不过实际降雨开始发生的时候呢 影响了区域可能会稍微往平地的这个位置来扩散一点 所以呢在这个礼拜如果有外出活动的话 都要注意下午时段的天气变化状况 我们接着来看气温的趋势 那以北部地区来说呢近期没有明显的天气系统影响 所以白天高温普遍是维持在34到35度 早晚低温是维持在27度左右 再来看中部地区同样的变化不是很明显 白天高温维持在33到34度 早晚低温维持在27度左右 南部地区同样没有明显的变化 白天高温是在32到33度 早晚低温在27度左右 东部地区呢也是相同的趋势 白天高温在31到32度 早晚低温在26到27度 最后来看金管明城各地的天气 以及气温的变化 那在金管明城来说呢 午后对流云气消散之后 各地大多是比较稳定的多云倒行天气 不过呢南部地区 尤其是沿海的位置 在清晨时段呢 可能还是会有些局部短暂正雨的机会 到了明天白天之后呢 要留意的就是这个午后对流云气的影响 上午期间可能还是普遍都是 多云倒行的稳定天气 不过中午过后到傍晚期间这段时间呢 降雨几率就会提高 要留意可能会有雷震雨的机会 所以请大家留意小时段的天气变化 以上就是今天的气象播报 我们下次再会拜拜